有支援在臺灣的日本人 以用偉大的方式記錄在生活當中所聽到的台語 特別是用日記發音的 究竟台語跟日記有什麼樣的関連呢 我們做回來看看 我是日本人 這個有一點難 黑切 九歲的到位創作 雖然這些都是日記 但他出來才是台語 我覺得很好 很好學的 應該日本人的話 應該很快就學到 暖人 應該漂亮 夏天是暖人 這些可愛的到位創作 做這些是到底臺灣的禮物 台語都是聽朋友的對話來學習 老公跟朋友講台語的時候 覺得台語跟中文的發音不一樣 聽起來很有趣 也很有到底臺灣人的感覺 因為我的IG主要是想拿來幫助日本人 學習綜合台語 其實日記的發音跟台語沒有部分修行 和日記的立書案件有很大關係 在中國的當地時代水塘 因為中國就很興 所以他們日本就覺得中國是一個合適的對象 所以他們就派了很多留學生 不然就生理 就是發書人 去中國合適 這個時代團結日本的漢音 漢里音 其實在日本裡面是影響最親的 我佩町教書表示 不管一義和這時代意 很多人都是受到漢義 高音影響 在這補留到這尊 希望他的創作 就是出這兩種意見 修行的發音 用一義輔助 也在加上多位 希望分享給日本人 讓他們看到臺灣這篇土地的意見等有性 記者 尤蘇晟 鄭月威 台北報導